今天我们来介绍几个统计学里面非常重要的概念 期望方差还有斜方差 这也是我们本节的主要内容 首先我们来假设一个场景 就是通过一枚均匀的硬币来玩个游戏 游戏的规则非常简单 把这枚硬币抛起来 看落下来的结果 如果正面朝上的话 你给我一百块钱 那么否则也就是反面朝上的话 我给你五十块钱 你是否愿意接受一次挑战呢 如果一次挑战你愿意答应下来的话 一百次呢 这个问题好像我们就算是没有学过概率统计 甚至我不懂数学 只要有基本的生活经验 有基本的人类常识 这个答案或许都比较明确 对于一次挑战来讲呢 或许还有一些勇士想要碰碰运气 对吧 因为毕竟还有一定机会可以得五十 但是我估计这样的人也不会太多 但是愿意接受一百次这样游戏的人 应该少之又少 因为一次里面呢 可以碰碰运气 一百次玩这个游戏的话 我们说非常的不理智 为什么呢 因为一枚均匀的硬币 它两面 这个结果是五五开 机会是均等的 在机会均等的情况下 如果是正面 你给我 你要损失的是一百 而同样的机会 你就算胜出了 只能赚五十 那这个游戏是严重不平衡的 所以我想没有什么人会愿意玩 如果你能够明白到这里 能够体会这一点 恭喜你 其实你已经理解了数学期望值这个概念 我们在之前呢 曾经把概率 也就是事情发生的可能性 或者是评次 对应到几何上的面积 那么现在呢 我们再把这个图形化的认识方法 进行一个推广 在面积上面啊 我们会对于每一个事件 负一个权重值 大家可以想象啊 我们有一个整体面积唯一的国土 同时呢 它又被分成了几块 比如是我们的哥哥省 现在啊 下雪了 每一个省 它这个降雪量 是不一样的 当然 面积越大的省 就可以接住更多的雪 但是呢 不同的省 它这个降雪的强度 又不一样 面积大的省呢 可能这个雪是 很小的 零星的 面积小的省呢 却有可能是 额毛大雪 那么最终 哪里的雪 积的最多呢 我们是不是就要把这个 最终落下雪的体积给算出来 看 我们由刚才的概率等于面积 推广升级到了体积 进入了三维空间 如果以刚才那个抛硬币游戏的例子来讲的话 这个 单位面积的方块啊 切成两半 有一半呢 它的高 是 负一百 因为是你要给我一百块钱嘛 对你来说 这不就是负一百 另外一半呢 是正五十 好 如果你算一下这个体积的话 你会发现 竟然是负的 那这时候我们就说 刚才那个游戏 它的数学期望值就是 负五十 那么如果要把这个概念抽象一下 用数学公式来表达的话 可以分为离散情况和连续的情况 这是由随机变量取值的性质所决定的 我们重点看离散的情况 因为这是比较天进生活 也更容易理解 容易计算的一种情况 期望值的英文是 Expectation 所以我们用大写的E 来表示 对于随机变量X 它的期望值怎么来计算呢 首先 首先对于X的不同取值 它可以取各种K 那么当X取值为K发生的时候 把这个自己的值作为一个权重乘起来 K乘以这个K发生的概率 然后把所有K可能的取值 这个情况都加起来 对于连续的变量来说 概率不是用单纯的质量密度函数确定的 而是要用积分的方式 那么在积分的过程当中 把这个对应的 它体现出来的这个权重函数 也乘进去 好 我们看 对应到上面这个立体几何的 这个图形来讲 那么这里的X 可能就有三个值 X可能取三个值 每一种X的这个概率不一样 可能是六分之一 可能是三分之一 也可能是二分之一 但是它在取值不同的时候 它的这个强度或者叫权重 是不是也不一样 那最终这个期望值 其实就是整个这一个块状体的体积 期望值是非常有用的一个概念 很多时候 我们对一个概率分布 不用说去细究每一种可能 我们只需要把握一个数学上的期望值 就可以掌握它的主要性质了 那我们来做一个小练习 看一看 刚才说过了抛硬币 那么再来看经常出现的质骰子 或者叫质头子 那么我们随便的投一枚这个均匀的骰子 上面所得的点数 期望值是多少呢 一二三四五六 对吧 六种 你觉得如果多抛上几次 平均下来 大概可能是多少点 那么结合刚才的公式 这个问题非常的简单 骰子的取值 也到六 这样六个整数 对应的概率呢 都是六分之一 那么我们只需要把对应的概率 还有取值 乘起来再相加 就可以得到3.5 就是说我这个骰子头出去的话 期望值是3.5 那期望值啊 有一些非常奇妙的数学性质 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练习题 来体会一下 已知随机变量X 它的概率分布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离散型的随机变量 X等于1呢 概率是二分之一 X等于2呢 概率是三分之一 X等于5 概率是六分之一 这对应着刚才我们那个 立体柱状图一样的图形 那现在呢 我不让大家求X的期望 我让大家求一下 X减三再平方 这样一个数字的期望 看大家知道该怎么求吗 是不是乍看之下 好像有点 竖手无策 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实际上这个变量呢 它只有三种可能性 那我们只要把三种可能性 逐一单个拎出来讨论 是不是也不会复杂到哪里去呢 为了运算行文简单啊 我们设立一个新的变量 这个变量呢 跟X它有直接相关的关系 那么Y就等于X减三 再平方 于是这个问题就转化成了 求随机变量Y的期望值 这里吗 我们插一句嘴问一下 Y和X是独立的变量吗 在上一节当中 我们重点讲了 随机变量之间的独立性 X和Y独立吗 我们甚至不用去做计算 就可以得到结论啊 非常直观 肯定不独立 因为Y是由X决定的 它们有极强的相关性 就是一个二次函数的关系 那么现在我们要求 Y的期望值 怎么求呢 我们要了解 Y都可能有哪些取值 那既然Y是由X决定的 我们就把X的每种情况 分别来看 当X等于1的时候 X减三是负二 负二的平方是4 我们记着 Y有可能等于4 当X等于2的时候 减三是负一 再平方是一 那么X这个Y除了4以外 还可能是1 当X等于5的时候 我们发现 X减三等于2的平方 还是4 这个Y它的取值比原来的X 这个可能性反而还少了 对吧 不是4 就是1 那我们就只要把 X取4和取1 各自的概率算出来 其实这个问题就已经解决了 那么 Y等于4的概率就等于 X等于1和X等于5的概率相加 是三分之二 Y等于1的概率呢 跟X等于2的概率是一一对应的 也是三分之一 那么最终求这个期望值的话 就把4乘三分之二和1乘三分之一 加起来就可以了 结果是3 这就是期望值的具体算法 那么期望值还有一些 更加应用广泛的数学性质 比方说 我们如果给X加上一个常数C 形成一个新的随机变量 那么这个新的随机变量 和原先的原始的这个EX 是什么关系呢 非常简单 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 加上同一个常数 这里是不是很好理解 假设我们把这个骰子上面的六个面 我不写一到六了 我写上2到7 那也就是每一个变量可能的取值 都加了1 最终的期望值呢 肯定就是加1 对吧 如果我让你求一下这个 面值为2到7的均匀骰子 骰一次的期望值 你需要再一次把它们加起来 除以6吗 不用 你只要在原来的3.5的基础上 再加个1就可以了 你看每一个可能的取值都加了1 那么最终的期望肯定也是加1 这个1可以推广到任意的常数C 这是加法 加法 就是期望值的加法规律 我们也可以把它展开来写一写 K加C 乘以 PX等于K 那这里呢 可以拆开来写 我们看前半部分就是原始的EX 而后半部分呢 这个概率相加 这个性质我们是不是在前面提到过 P要作为一个概率质量函数 它的求和必须是1 于是这里呢 直接就没了 只剩下一个C 除了加法以外啊 我们还可以把它推广到乘法 我们用C一个常数乘以X 形成一个新的随机变量 那么这个新变量的期望值 是多少呢 其实 既然有了加法 我们可以很自然的推广到乘法 CX其实也就是若干个X相加 若干个X相加 那么每一个X 它的期望值 叠加再来起来以后呢 相当于就是扩大了C倍 那么还可以对应到刚开始这个 我们比较熟悉的骰子的例子上 如果我现在啊 把这个骰子的面又给改了 我不是1到6了 我呢是24681012 那我再让大家求一下 这个新骰子 全是偶数的这个骰子 它的面值期望是多少呢 同样不需要重新计算 你只要把那个3.5乘以2就可以了 对吧 它的每一个组成成分都翻翻了 最终整体上的期望值 当然也就翻翻了 那么如果前面啊 讲的都是跟常数有关的操作 现在啊 来两个随机变量 一个X 一个Y 它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它们的关系啊 也非常的简洁明快 好记 也好理解 X加Y 形成一个随机变量 这个新分布的期望值 就是原先两个期望值的核 那这样的一种性质呢 它具有一种非常简约的美感 不知道各位同学体会到了没有 这一页虽然看起来三个公式好像挺多 但是基本上不需要你专门去背诵 或者怎么样 对吧 那这样的一种性质呢 我们总结为 期望值是线性的 是线性的 像一条直线一样啊 我们看这个 如果把它看成变量的话 其实这就跟那个AX加B 这个线性方程的形式 是非常相像的 那么再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把两个不同的随机变量 X和Y 乘起来 我想求这个乘机的期望值 能不能用原先各自的期望值 直接相成呢 能不能呢 如果能的话 那可真是太好了 这个性质太简洁了 简直是浑然天成 我们都不需要专门去背了 直接很自然的就能想到 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个愿景很美好 就轻易相信对吧 证明这个等式成立 需要很严谨的过程 但是证明它不成立 就很简单了 我们只需要举出一个反例 是不是就能说明它不成立 那我们看怎么样可以构建一个这样的反例呢 比如我把这个X定义为0或者是1 这样一个概率质量函数 它们是均等机会的 概率都是0.5 那么这个X的期望值是多少呢 当然也是0.5了对吧 不是还有一个Y吗 那个Y长什么样呢 我想图省事 我这个人比较懒 我图省事啊 我不想去再另外编造一个Y了 我就让Y跟X是同一个行不行啊 肯定可以啊 因为不失一般性嘛 这样 我让Y和X就完全一模一样 好 那么实际上现在XY 本质上就是X的平方 那新的通过相乘得到的这个乘积 概率分布 我们也不难求出它的期望值 那X的平方 无非也就是0和1两个取值 并且概率也是均等对称的0.5对0.5 那么X平方对应这里XY 它的值还是0.5 还是0.5 其实没有变 那么是不是等于原先这个EX乘以自己呢 显然是不等于的对吧 因为EX乘以EY要等于0.25了 那我们很容易的就找到了一个反例 说明这个公式它是非线性 这个公式它不在这个线性性质里面 那有没有什么条件下 它是有可能成立的呢 有 这个条件呢 又跟我们上节课相关了 这个条件就是 当X和Y相互独立的时候 就它俩没关系 刚才我们让Y和X直接相关 这是很大的关系了 直接相等了都 如果它俩相互独立的话 那么这个公式是可以成立的 是可以成立的 大家记住啊 这是独立 独立性的又一个重要应用 那么除了期望值 我们对于一个概率分布 或者说对于一堆统计数据 大家是不是也经常会关心均值 平均值 哪怕你没有学习过这个概率统计 你对求平均 这个说法也不会陌生 那么平均值和期望值是不是一回事呢 我们不得不承认 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 在很多情况下 平均值和期望值 这个数字是很接近 甚至一样的 但是呢 它们的本性 却有着质的区别 首先 期望值 EX 它是一个固定值 只要这个随机变量的产生方式 也就是概率分布确定了 那么期望值就不会变了 而平均值呢 是一个随着你重复实验的进行 不断波动的一个数字 比方说 我骰了一个骰子 一弄 出来发现是1 我只骰了一次 得到了1 那么问大家 这个分布的期望值和均值 分别是多少 因为我只骰了一次 那么 这个唯一的这一次数字 就是现在整个集合的均值 那就是1 但是期望值是多少 期望值该是3.5 还是3.5 我呢 又骰了一次 骰了一个2 现在均值是多少了 现在均值 1加2除于2是1.5了 随着新的数据加进来 那么这个均值是在不断变化的 而期望值呢 该是3.5 还是3.5 我重复这个 制骰子的这个动作啊 1000次 那么每一次 这个均值都不太一样 会是一个波动的状态 但是这个波动 它也有规律 虽然变化 虽然不确定 虽然难以琢磨 但是也有规律 什么规律呢 均值的波动 会逐渐向着期望值收敛 我们可以看 课件里面这张图 所谓的理论均值 其实就是我们的期望值 那刚开始呢 这个数值 绿色的这个线 是我们实地观察到的 实验得到的数据 它可能会有很大的偏差 刚开始啊 一下子扔了个6 又来了个5 这是我们这个下飞行旗的时候 所抱的这个希望 所以说这个均值啊 怎么波动都有可能 但是呢 期望值始终保持不变 均值啊 上上下下起起伏伏 跌跌荡荡 亮亮强强 最后啊 会逐渐的向着这个 期望值去重合 并且啊 你试验的次数越多 重复的这个量越大 均值向着期望值啊 收敛贴合的越好 那这个就叫做大数定律 我们既可以从理论上分析 预测啊 这个平均值 一定会收敛向期望值 也可以反推 我把一件事情重复重复 足够多次 得到了这个均值呢 我也可以猜测 这就是期望值 大数定律在我们身边呢 也是无处不在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好 我们呢 再来看一个小游戏 还是抛硬币 但这次呢 我不把一个固定的套路 直接硬塞给你 我们是一个非常灵活 这个非常包容的环境 我给出两个方案 你可以选一个 那么你会选哪个呢 第一个方案 还是跑硬币 如果为正的话 你可以得到200块钱 如果为反的话 你就要损失100块钱 注意啊 是正的时候 你得的多 反的时候 你损失的少 没有刚才那个那么坑跌了 对吧 第二个方案呢 就是这个硬币啊 可抛可不抛 无论正和反 我就给你25块钱 那大家会选择哪一个呢 对于这个数字来讲呀 根据我之前在一些课堂 讲座上面进行过的实验呢 选哪个的都有 选哪个的都有 而且大家的这个想法呀 各自还不太一样 一种呢 就是根据期望值来选择 就像我们刚才 为什么拒绝玩第一个游戏一样 现在啊 这第一个这个游戏方案 我的期望值是正的 你看我赚200和赔100 哎 我的这个机会是均等的 那么这一算下来的话 我应该还是赚的 我的赢面是比较大的 如果这个游戏重复个1800次 那么我的期望值应该 就能赚上个 这个五六万 对吧 只要够多 我肯定不会赔 但是啊 如果就玩一次的话 很多人啊 他会选择第二个 因为他可能承担不了 赔100的这个风险 他现在这个身无分文啊 已经 输不起了 他只能选第二个 第一个虽然总体上期望是比较高的 但是他不能承担这种风险 那第一种相对于第二种 我们说这个结果呀 偏差就更明显 或者说数据就更加的离散 第二个很简单 就一个胡冷疙瘩 就一个数 不管你咋选 不管你怎么玩 就是25 那么我们把这种数据 或者说随机变量 离散的情况 量化一下的话 叫做方差 Virance 那么我们用一个形象的表达 比如说两个人呢 打靶 看这两个人 你说谁的枪法好呢 如果你算一下期望值 或者说平均值 基本上也都在把心上 但是如果让你来招募一个狙击手 让找一个人带你吃鸡 你会选谁呀 我想大家可能都会选第一个 因为这个人更稳 所谓我们说的稳 就是他上下 或者说好坏 没有特别大的起伏 没有特别悬殊的这种波动 而高方差的人呢 就是有可能会偏出特别多 有可能打了 也在这个把心上 但是也可能很多 而且各个方向都有 各个方向都有 那么方差怎么来量化呢 这里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很有趣的性质 刚才我们说期望期望 其实方差它也是一种期望 方差也是期望 虽然我们在讲的时候是分开讲的 那方差是谁的期望呢 是随机变量 偏离期望程度的期望 听着是不是有点绕口令 这个文字有的时候啊 就是这样啊 但它可能不如数学公式来的直观 简要 我们就假设x这个随机变量 它的期望值是μ 那么方差是什么呢 是x-μ的平方 构成这个新随机变量 它的期望值 这个形式刚才我们是不是在一道CT里面见过啊 大家应该也知道该怎么算 这就是方差 注意方差本身也是一个期望 期望值是x 这个变量与自己期望值的 做一个差在平方 那这个地方你说为什么要平方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有其他的选择 比如说我们来想一下 如果方差呀 它不平方行不行 不平方行不行 直接x-μ 然后我算一下这个波动的期望值 大家有没有想到问题 如果不加这个平方的话 你会发现 如果深一角 浅一角 这次多点 下次少点 那有可能在这个求和的过程当中就给抵消掉了 如果不加这个平方的话 你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 这两个人 他枪法是一样的 你看我往这边偏一点 我往东偏一点 我再往西偏一点 我不就招不回来了吗 那这显然是不科学的 衡量这个偏离期望程度 不能直接去求x 因为x正负会抵消 那也有的同学可能会想了 我用绝对值行不行 绝对值 就是你不管往正的偏往负的偏 相加的最后都是正的 绝对值也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但是求平方呢 会更好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在有些情况下 我们会想要求这个方差的导数 那么平方本身求导也是比较容易的 把这个2从指数上拿到前面 变成个因子就可以了 那绝对值 有些时候是不能求导的 因为它不连续 它左右两边这个导数不一样 那么这是绝对值的一个缺点 因此呢 我们主流上 一说起方差 一说起评价这个数据离散程度 就是x减去自己期望值的平方 再求期望 那它既然是一个期望值 也是由期望值决定的 有一条性质啊 方差 也是同样的具有 那就是方差是个固定值 那么例子 我们可以不用再举啊 就是你不管抛骰子 还是抛硬币 那你不你这这个实验重复的次数 和这个分布的方差 没有关系 从你这个 发生概率分布确定的那一刻起 希望方差都已经决定了 不会再改变了 啊 这一条 希望大家能够牢记 那方差也会有很多 有用的数学性质 它虽然本质上是一种 特别的数学期望 但是跟这个 一个集合 或者说一个概率分布的 期望值本身啊 还有点不太一样 比如我们看 刚才我们求过 啊 X加C的期望值 就是原先的期望值 再加上一个C 那我们把这个场景 转移到方差上来 好不好啊 哎 那你会发现 好像情况有点不太一样 我X加C求了方差之后 发现好像没有变啊 大家想象一下 一个数据分布 或者一个随机变量 给它加上一个常数 方差是不变的 就好比说 刚才那个打靶的例子啊 他这个现在 弹孔落得非常散 那如果啊 这个人他在瞄准和校准上 出了点问题 他整体啊 瞄着这个靶子 比如说瞄着三环 去打 打出来呢 还是一样的分布 那这个点和点之间 相差的这个距离 是不是一样呀 对吧 那这个常数 如果每一个值都加在上面 步调一致的话 他们这个变量和变量之间的差距离散程度 并没有变化啊 这是方差比较好玩的一点 你给他加上一个常数 不改变原来的方差 那么有了加法之后 我们自然的就会想到乘法 那么我们用 CX 去构建一个 新的随机变量 那么这个变量的方差是什么呢 是不是把C乘到前面就可以了呢 没有那么简单啊 要乘 可以 带上平方 带上一个平方 当然这个平方哪来的 不难理解 我们刚才也花了一些时间去解释 为什么衡量这个偏差 不直接求一个差 而也不用绝对值 而是用平方 那这个平方就是从刚才那里出来的 就是你让所有的这个变量的值啊 都扩大C倍 那他们之间要衡量这个距离的平方 自然就扩大了C的平方倍 那么对于方差来讲 它和原始数据X之间的这个关系呢 就不是线性的了 呈现的是一个非线性的特征 那么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把两个随机变量加起来 现在我们求一下这个新变量的方差 它和原先两个变量各自的方差 是个什么关系呢 我就不问大家成立不成立了 因为我估计大部分同学应该能猜到 它至少不是横成立 至少不是横成立 跟刚才那个 就是两个变量相成求期望 可能是不是差不多啊 没有那么容易就就都成立了啊 都那么简单不就太省事了 那我问大家何时成立 可能有一些同学呢 已经借鉴了刚才的例子 心里有了答案 不要紧 我们呢还是来逐步的推演一下 我们首先设立几个新的变量 我们把这个X的期望值记作μ Y的期望值记作μ 然后啊 把等式的左边 X加Y的方差呢 展开 X加Y 这是变量 减去它们期望值是可以相加的 减去这个和的平方 那这里面呢都是加减法 我可以任意的调换顺序 对吧 我把X和μ放在一起 把Y和μ放在一起 再求平方 这一条没有问题吧 那你看X和μ本身就是一伙的 它们俩放在一起 也是一伙的 后面就比较容易计算 那么我继续算下来呢 这个里面我可以用平方和的一个公式 再把它进一步展开 前面X-μ的平方 加上Y-6的平方 然后呢 加上这个 X-μ Y-6 这样一串 那么通过这里啊 期望值在加减法上 都是可以直接拆开的 那么我们又得到了三个项 三个项 其中前两项 我们很眼熟 因为 这衡量的不就是 X跟自己期望值的 偏差的平方 再来一个期望嘛 所以第一项 其实就是VX 第一项就是VX 第二项就是VY 我们看后面还拖了一个尾巴 这个尾巴 如果能让它变成零 让它消失 等式不就成立了吗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个等式 什么时候成立 这个期望值 什么时候可以成零呢 我们刚才 是不是 刚刚学到了 跟期望值有关的一个性质 就是 如果 这里面的两个 相乘的随机变量 是独立的 如果他们是独立的 是我就可以直接各自乘起来了 而各自乘起来的话 你看 X-μ 它减去自己的期望值 这个期望是多少呢 这个期望 当然就是零 也就是说 这个等式 关于方差求和的等式 和刚才那个 期望求成绩的等式 他们要成立 条件是一样的 都是 X和Y 相互独立 X和Y 相互独立 仅当 他们满足 独立性的时候 后面这一块 正好就可以 砍掉 就变成一个零 然后 等式成立 那么 期望和方差之间呢 还有一条 非常有用的性质 我们来观察一下 上方的这个公式 X的方差 有的时候啊 我们按照刚才那个方法 去求解的话 是不太好求的 因为我们构造了一个 新的随机变量 而且还带着一个 原来的期望值μ 不太好算 那么根据这个性质的话呢 我们只需要 有原来的X 就可以算了 注意这个顺序 不要搞反 前面呢 是 X的平方 X的平方 它再求一个期望 后面呢 被减的这个是 X的期望值 再平方 首先 这两者啊 这两者 不能画等号 这个我们的 刚才的推演当中 其实也看到过一个例子 就是那个 X等于0 或者1 几率各倍 那这个公式啊 我们就来 证明一下吧 我假设 一个新的 变量 叫做Z Z是X 减μ 就是他减去 自己的期望值 那么 这个Z的自己期望 就是0 一个 一个变量 减自己的期望值 再求个期望 当然是0 好 我们把 这个X的平方 展开 展开 不难 还是像刚才一样的 平方和公式 然后得到了 三项 因为 EZ等于0 所以这一项 我可以直接就扔掉 只留下两项 那么 Z的平方呢 我们把它写回 原来的形式 把X带进去一看 这其实不就是 方差吗 这就是方差 那么 μ的平方呢 μ的平方就是 这其实都不是一个随机变量了 这已经是一个固定值了 固定值的期望 当然就是他自己 所以我们可以把外面这个E 抛掉 把里面的μ呢 还原回 EX 那这样 X的平方 求一个期望值 等于方差 我们来看一个新的概念 叫做 斜方差 与方差 仅一字之差 但是呢 它跟方差 却有一些 本质上的区别 我们说的期望值 方差 描述的都是 某一个随机变量 它的概率分布的性质 而斜方差 大家看这个斜字 是不是一般只有 两个以上 才会用到这个字 比如说 协助 我帮助你 是咱们两个人 对吧 那么斜方差呢 描述的是 两个变量之间 线性相关性的强度 那么 它的构成是怎样的呢 我们之前讲到过 方差 其实是 一种特殊的期望 它描述的不是 变量分布自己的期望 而是 变量的值 与它 期望值之间 这个差距的期望 那么斜方差 既然 也属于一种方差 那它自然 也是一种期望 这个包含关系 大家应该 能够理顺的清 那么 斜方差 是谁的期望呢 首先啊 我们看 斜方差的标记 这里有 两个变量 有两个变量 X和Y 那么 它的期望值 是 这样 两个乘积的 一个是 X这个分布 减去 X的期望值 以及 Y的分布 减去 Y的期望值 两个变量 与各自期望值的 差 在乘积 这样一个数 求一个 最终的期望值 那么 既然叫斜方差 它属于 方差的 一类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这个方差的 原始形式 方差原本是 对于 X自己 那么 我们把这个 平方的形式展开 你会发现 其实两个 长得一样嘛 如果你把 这里的Y 也像我们 刚才一样 构造成一个 特别的Y 让它跟X相等 那么 这个斜方差 其实 自己跟自己的 斜方差 就是方差 呗 我们也可以说 斜方差 是对方差 它定义的一种 扩充 从描述 变量自己 到描述 两个变量之间 那么 斜方差的大小 便是表示了 什么意义呢 我们首先 定性的来看 斜方差的 正和负 那么这里 有两个图像 像这样的一个 随机变量呢 它产生了 一组数据 我们看它 大致上 一个走向呀 是顺着这个 右上方的 我们一般 画一个直线的话 斜率 也是正的 向这个方向 那么 负的斜方差呢 这些数据 虽然没有 特别标准的 形成一条直线 但是它的走向 大致上 是跟一个 负斜率 平行的 那么 这个地方 本质上 讲的是 当 x-mu 与 y-nu 符号相同的时候 斜方差 是正的 呈现 左边这样一个 分布走势 那么 如果两者 符号相反的话 斜方差 是 负的 那么 这里 x-mu 和 y-nu 它们的符号 是相同 还是相反 又表示什么意思呢 我们啊 从里面 选取两个点 来看一下 比如说 我选了这个点 和 这个点 这两个点 相比 为什么 它 会在 它的 右上方呢 这当然 你可以说 是一种巧合 但巧合之后呢 是有 必然性的 这是由 概率的 分布决定的 这两个点 之所以会 呈现这样的 相对位置 关系 是因为 当 我一方 大于 期望值的时候 另一方 也倾向于 大于 期望值 那 都比 期望值 大 呈现出来了 就是 向着 正邪率 那个方向 比较容易 捕捉到 那么 反之 也是一个 规律 如果 斜方 差为负的 这两者 符号相反 当 x 比mu 大的时候 y呢 比 mu 反而 容易 小 注意这里 我们说 是容易 或者说 倾向 等等 不是绝对的 如果说成是绝对的话 那他就直接 布成一条直线 就是完全的 超强 线性关系了 这里我们先不看强弱 说的是定性 来看这个 斜方x正负 它的性质 那我们 根据 斜方x的定义 为了 更好 更熟练的掌握它 来做一个 简单的练习 我们看到 两组变量 它们 各有 四个曲直 那就是 形成了 总共 四组 是数对 分别是 负6 负7 8 负5 负4 7 10 9 那么 每一个结果 概率都是四分之一 大家来求一下 这个斜方x 如果你 不把这个点 画出来的话 直接 肉眼观察 这个 这几个点 你觉得它应该是 正的斜方x 还是负的斜方x呢 我们看能不能 锻炼出这样的一种直觉 如果要 定量的来求解 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就 先按照斜方x的公式 把这个 结果的形式 给列出来 那么 首先呢 这里面 有 μ和 ν 两个固定值 期望都是固定值 各自 求出来 好在呢 这一次给的 这个分布 是均匀分布 是最简单的一种 所以啊 相加 各自 相加 除以4 得到 x 就是 数对的 第一位 期望值是2 y呢 第二位 期望值是1 那么我们把这个 斜方x的 原始形式 写出来 就变成了 x-2 乘以y-1 的 期望值 那么后面 这个里面呢 形成的 仍然是一个 均匀分布 对吧 那其实只要把 各个数字 带上就可以了 把这个 对应的xy 乘对的 写上 乘对的写上 最后得到的 是一个 正的 斜方x 14 那这道题目呢 思路比较直接 我们主要是为了 巩固一下 对斜方x 这个公式的 一个认知程度 那么我们前面 对于期望值 对于方x 都重点 其实说的 不是如何计算 而是它有哪些 数学上的性质 因为你公式 其实忘了 大不了 查一查 你说最后计算 这个加减乘除 一不小心疏忽了 其实也无妨 后面呢 都会有计算机 有程序 来帮助我们计算 但是这种 数学性质 它更重要的是 建立一种 直观的 数学直举 所以这个 我认为是更重要的 对于大家 在之后的 不管科研当中 还是工程实践当中 都会带有 长远的影响 那我们来看一下 斜方x 有哪些 特别的性质 第一条呢 我们刚才 已经说过 斜方x 其实是 跟方x 性质是也有 这个共通之处 当你这个斜方x 两个变量 都是同一个 都是自己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方x 我们可以说 斜方x是方x定义的 一种扩展 那么我们把两个变量 前后交换顺序 要不要紧呢 也完全没有问题 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因为你说 x和y的 线性相关性 跟y和x的 线性相关性 它是一回事 是一回事 那如果我们把 x和y 分别都 加入一个长量 相加 那这个地方的性质呢 跟方x一样 不变 不变 因为大家都是平移的 相当于在这个 空间里面 是各自平移的 平移之后呢 期望值肯定 水涨船高了 但是你方x是相当于 自己跟自己比的 那你平移之后 没有任何变化 先方x 如果里面的 我要求解的 两个随机变量 各自乘以 一个常数 就是放大或者缩小 那么体现在斜方x上 其实 a和b 就是在两个 变量上的缩放 它们都有体现 都有体现 这个如果你把 a和b 换成同一个c的话 就变成c方了 又和方x一样了 对不对 我们这里也不妨 稍微展开写一下 那ax 简确 那既然这个 每个值都放大了 期望值自然也放大了 那都有a的话 就可以提出来 因为最外层的 期望值是个线性的 有线性的地方 就比较简单 那么我们之前啊 也一直在强调 这个变量之间的 独立性 独立性 我们现在把 独立性 和这个斜方x 联合起来 有这样一条 很关键的性质 如果两个随机变量 xy啊 它们相互独立的 除了之前 我们列举过的一些 比如啊 增加 或者是 删除一个条件 等式不变 或者是 把条件换成 非命题 不变 以及 这个两个 边缘概率相乘 等于联合概率 之外呢 独立之后 斜方x是零 我们哪怕不用定性 哪怕不用定量的来算 定性的看 因为独立的意思就是 没有关系 那没有关系 自然也就 没有线性关系 因为线性关系是 各种相关性的一种嘛 而斜方x衡量的就是 线性相关性 如果定量的来计算一下的话 我们 大家还记不记得 把这个期望值 里面 x和y 在什么情况下 把这里两个变量乘积 什么情况下 可以拆开呢 拆开成为 两个期望值 再相乘 也是 独立的情况下 对吧 只有独立了 这个等式 中间的才成立 而后面两个呢 你看 这个变量 减自己的期望 再求期望 那肯定是零 对吧 肯定就是零 那么这几个条件 其实是 互为 这个等价命题的 斜方x为零 这各自独立 然后基本上都是 包括这个期望值 可以写成相应的形式 这几个都是等价的 好 我们呢 再来接触一道练习题 这个呢 是一个证明题 我们看 怎么证明 以两个变量的斜方x 等于成绩的斜方x 等于成绩的期望值 减去期望值的成绩 这个证明啊 其实思路非常的简单粗暴 我们就把 斜方x的这个公式展开 两个差值 相成那么 逐个配对 我们看到 展开之后呢 都是加减法 因为用这个期望值 它是线性的性质 诶 这样就留下了 1xy 这个就先不用动了 跟要证明的目标里面 有一个一样的 然后呢 μ可以提出来 长量是可以提到外面的 1y 对于x一样 有个new在外面 做长量 加上 1 μ new 那么我们 简单起见呢 把这个 期望值啊 单变量的期望值 都可以 变个形 你可以发现 那后面这三个都是一样的 而且呢 符号有加有减 两个正好相互抵消 就没了 对吧 就没了 那这时候这个μ和new 你也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 这样很简单的就证明了 上面的这一个写法 那么这个公式 如果你把y呢 还是换上x 是不是又退化回了 上一节当中 我们后面给出的一个 求方差的 比较实用的方法 对吧 就是vx 等于什么呢 v 1x平方 减去 1x 外面 q平方 那么在 期望方差之后呢 我们又学习了 斜方差 现在呢 对于一个 统计分布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那么 之后呢 我们还在生活当中 会经常看到一个概念 叫做标准差 这个标准差 其实你如果从 意义上来讲的话呢 它和方差是 一个目的 都是为了衡量 这个数据 分布的分散 或者离散程度 但是方差有一个局限 我们知道 方差呢 它是由一个 x-μ的平方 计算出来的 这个在纯数学 公式上 大家可能看的 不是很明显啊 但如果换算到 工程上 比如啊 我们这个 造一个汽车零部件 造一根轴承 这个轴承会有一个直径 对吧 这个直径呢 它造出来不可能 完全的严丝合缝 总会有一点 随机的变量在里头 那么 轴承的直径 单位是米 方差的单位是什么呀 是平方米 跟我们这个家里住了房子 买房租房是一个单位 那我们能不能用平方米 跟米去直接比较呢 单位不一致 则比较 无意义 那么如果想要比较的话 也很简单 刚才这个方差是因为 经过了一次平方得来的 我们把这个平方 再开根号 还回去 于是得到了一个叫做标准差的东西 那么这个 μ 加减 一个σ 这个我们可以在很多 这个说明书 或者是这个 电器的名牌上看到 对吧 它表明的是一个 加工工艺的精度 那么 这个标志呢 可以告诉我们随机变量大致的分布范围 就像这个图里面 实现是期望值 上下界 就是上下各一个标准差长度 这样我们对整个的分布啊 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那么类似的这种 跟单位啊 跟量纲有关的 有关的问题啊 也出现在斜方差的领域里面 比如说我们看 又回顾了一下这条性质 AX和BY 这两个分布 它们的斜方差 比原先X和Y的方差 乘上了一个AB 那么假设 X和Y各自放大了 A和B倍 我们说 线性相关性增强了吗 比如说 我们刚才提到 你要制作一根轴承 单位是米 那我把米换算成毫米的话 是不是就等于扩大了1000倍 对吧 那我扩大了1000倍的话 就证明 我这个线性相关性增强了吗 那变量是同一组变量呀 所以说单纯的用斜方差 如果去标志一个绝对的 线性相关性强弱 也有它的局限性 怎么来做呢 引入标准差 你这个不是量纲尺度变化吗 成了一个常数 我用标准差 都给你收回来 那么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 新的指标 叫做相关系数 这个相关系数呢 它是不会受到一些 跟常量相乘的尺度缩放影响 也就是说 比如我们要看 这个一个轴承 横着量 竖着量 两个直径的关系 你用厘米来测 用毫米来测 用米来测 这个线性相关性 都是一样的 只要我们使用相关系数 这个相关系数 要将去如今 制作的相关系数 并且是在这边